亚兰先养耕,耕养好了,兰花自然就生长旺盛 有些男友问过我,他说这个兰花种植快一年了 也就是说从春天种植到秋天,接近一个生长年了 倒出来看过以后,兰花没有长新耕,也没有发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般的这种情况我真的是没有预见过 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讲,难道你养的是一盆塑料花吗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兰花如果是成活了,要么就不成活 成活了以后,怎么可能会不生新耕,不长新芽呢 我之前的视频和文章中给大家展示过兰花的根系 有些男友在平台上给我留言说 你展示的那些兰花呢,大多数都是一些多苗的 苗虫比较大的,那么它的根系肯定是非常发达的 根系比较非常发达 那么扫描的呢,三五苗的,三四苗的这样的扫描的呢 今天呢,我就挑了两盆兰花 苗虫呢,都不大 比较小虫的 三四五苗这个样子 然后呢,现在看到这个叶片上的白斑是 我在三天以前喷过的一个多菌林啊 中苗以后呢,重新摘回去的 啊,现在它那个棚面上的青苔 什么的,是生长的比较好 啊,没有倒过棚,我没有看过 啊,它的根系呢,不如辉蓝的那么长,那么粗 但是相对于它这个蓝珠的大小来说 它的根系也足够,足够它从这个土壤中呢,积取能量,积取养分了 啊,新根呢,肯定是有的 像这种根呢,就是今年长的白色的水晶头啊,白色水晶头 啊,这,像这种兰花呢,是种植以后是整整的一年 去年的十一月份到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一盆 啊,苗虫少 它的根系呢,就要少 啊,为什么啊? 啊,这个兰花它的根系是从颅头上分裂出来的 它无论是分裂根系,分裂新芽或者是分裂这个花苞 它必然会损伤颅头 对颅头肯定会有一个一种损伤 它的分裂新的一个植株出来 无论是根系还是新苗 它就相当于是生育了一次吧 它肯定对这个母体会有损伤的 所以当这个兰花它感觉到 啊,现有的根系足够 足够维持它这个旺盛的生长了 它就没有必要再去门发那么多新根了 很渇". tofu flap 有一条 注入 你知道吗? 太πό diffé 感谢观看